台湾贸易中心东京市务所1月26号晚间在东京新宿金王饭店举办驻关东地区台湾企业零仪餐会 包括中华电信台湾银行华硕大同等各台湾企业驻日负责人 以及来自日本各地的台湘百亿人参加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区谢长平代表也例领现场 这次联谊参会邀请到PWC税理事法人 就台日诸税协定的介绍以及对台资企业及商务人士的影响发表专题演讲 一会的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于玉琳 特别上台介绍日总的现况以及今后的目标 台湾企业中心东京事务所吴俊哲所长表示经历以消费者的角度 拼结了一本日本版台湾经 那里面有一些观光有文化的要素所以非常容易读 那里面有一些产品介绍我们今天在场的一些企业的产品也说不定 那希望能够喜欢这本书 那也希望冒鞋在把台湾产品往这个市场推的时候 也能够得到大家未来持续不断的一个协助 除了一般熟知的IT精密工业之外 近年复日注点的企业更加多元 包括生计药装健康运动器材等 贸易中心希望大家在联谊参会中招留知性发掘商机 为台湾事业在日本发展进入更好的环境 生根茁壮 台湾新闻东京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